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连的朋友 可以免费执行我任何问题 执行问题不收费用 前往都可以找到三连小胖哥 很多小哥哥小姐姐一直在问 现在京东小店是不是 关闭了一个入住的入口 其实入住的入口是没有被关闭了 那么京东小店到底是什么情况 京东小店现在已经不是主战 各位招商主推的一个业务了 回归正题 现在所有招商主推的都是POP企业店 因为毕竟企业店还是付费的 保证金高又需要年费 小店不算招商的业绩 所以说全部都往企业店去了 那么小店他只有保证金不要年费 保证金如果用了保险又便宜 那么便宜的下面就造成了很多人就瞎搞 比如说有一些搞调的 有一些搞建的 还有一些搞无货源店铺等等之类的 那么综合这个情况下来 就是大家都七搞八搞 那么现在小店大部分是属于不招商的一个类目 但是也不是说百分百关闭入住入口 如果你关系走得好 还是多少人搞几个 像我们这边其实是有一些类部 类目招商的名额 我们关系走得还是蛮好 所以说能找到一点点名额 像我们上个月车品 基本上市场是几个月没有 那么我们多少还能挤出一点点的名额来 挤出名额来呢 要求就非常的高了 每一个小店下店之前 我都会牵制去行为 问得非常清楚 他要求商家不能铺货 不能内幕乱挂 外部的订单不能过多 店铺要装修等等 所以说综合下来问题就非常多 我开的时候我每一个朋友 我都会亲自去执行 比如说你要答应我 不能下搞以上的东西都要做到 我才可以给你下 不然的话下的话 你就把我资言给断掉了 你直接把招商也给断掉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很多招商的招商 就是偷摸摸摸开的 那么通过自己的祈祷自己搞了 那么招商上面有领导 领导的领导 所以说一旦发现 有可能是被优化的对象 这个你懂得的 那后续就是如果说发现你扑货 还会把你的店铺给你干掉 不光是清退 他会去吊招商 招商会吊我 就下次就没有这个东西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70%以上一些大内幕 那就不用说基本上是凉凉 比如说像运动户外 加装建材的小店 我就跟招商说了 我说我拿企业店给你换小店 因为我们这里平时有很多免费提交的企业店 我说企业店给你换小店 你干不干 招商直接回来 怎么换都是不干 一个企业换一个小店都不行 你懂得的 所以说有些是油盐不尽的 那么部分内幕还是可以入住 比如说像现在入住的食品内幕 模配的 加轻的 玩技的 各户假发的 就是内幕不多 但是小店也不是说完全关闭的状态 如果说你想搞 可以联系我少量的内幕录出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凡事要赶找 别等没了再拍大腿 那没用